肺纹理增粗是什么病? 刘志燕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肺纹理增粗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就是很多视频朋友可能在你的X线片啊 或者胸部CD上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情况呢 经常大夫会跟你说一定要结合临床症状 因为肺纹理增粗呢 它是包括有 那么人的肺呢就想象的是一个倒立的素 那么相当于呢肺纹理呢增粗就相当于树干 还有那么它主要包括里边有肺静脉肺动脉 还有呢支气管 还有呢淋巴管 那么引起肺纹理增粗的原因很多 比如正常人也可以出现肺纹理增粗 比如说像女性她乳房比较大 或者这个人相对比较肥胖 她可以表现呢 在这个X线片上可以表现肺纹理增粗 那么还有可能呢是你比如说 我就是急性直气管炎 或者慢性直气管炎 那么它在当你换这个急性直气管炎 或者慢性直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时候 它就可以表现为肺纹理增粗 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它的这个机器的分辨率比较差 那么也会拍出来的胸片呢表现出来呢肺纹理增粗 所以对于肺纹理增粗这个现象呢 这个结论呢一定要结合你的临床症状 那么像呼吸科医生就会结合你 比如说你有没有相应的症状 比如说我有咳嗽 咳痰 可以发热 那么有没有这个实验室检查的这个改变 比如说像我有没有血肠规 异肠 有没有质原体 原体抗体的检测的阳性等等 一定要结合呢这个病人的症状和你的实验室检查 去综合判定你这个癌症状片所显示的肺纹理增粗 到底有没有意义 专家提示 1.肺纹理增粗是在X线片或胸部CT上得出来的结论 2.引起肺纹理增粗的原因很多 如正常人可以出现肺纹理增粗 女性乳房比较大或人相对比较肥胖 3.急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时候 可以表现为肺纹理增粗 4.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如机器的分辨率比较差 拍出来的胸片可能会表现出肺纹理增粗 5.要结合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 综合判定 X线片所显示的肺纹理增粗 到底有没有意义 2.0 4.0 4.0 5.0